我刚刚看你眉心发紫,眼底泛红,隐约有中毒的征兆,右手手腕处有一道血线,看颜色蛊虫应该是四天前种下的。 再不想办法将蛊虫引出来,真的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是有莫婉婉看了眼我被纱布包裹岩石的右手,立马笑出了诛叫,拿着手机凑到我面前说道, 黎月,你看这个人,他真的好搞笑啊,哈哈,就你那包成粽子的手,他能看出什么呀,招摇撞片也不能这么离谱啊,莫婉婉笑得很大声,我却脊背发凉,浑身冷汗直冒,因为我的右手手腕处真的有一道血线。 这种事情,如果换作是别人,可能觉得只是一个巧合,甚至还会和莫婉婉笑成一团。 可我不一样,我是音乐阴日阴时出生的天音女,从小就体弱多病,鬼怪缠身,八字清到大白天就能被鬼压床, 从小到大遇到的灵异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我没有丝毫犹豫,趁着莫婉婉去洗手间的功夫,撕信了那个账号,可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夜里,腹部突然传来一阵脚痛,我疼得冷汗直冒,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就在此时,一道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 我颤着手按下了接听键,对面传来了一道经过处理的机械音。 黎月,现在鼓虫应该已经发作了吧? 让我猜猜,它们现在藏在哪里? 是在你的血管里瞬息着你的血液,还是在你的肠胃里啃食着你的肠臂,明明是没有情绪浮动的电子音,我却分明从中听出了几分兴奋,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 我强忍着心里的恐惧,故作镇静地问道,你是谁?对面没有回答,只是滴滴笑了两声,就挂断了电话。 我也顾不上腹部的疼痛,坐起身来,着急地回播过去,话筒里却传来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的机械音。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做了个全身检查,可检查结果却是除了手骨骨折外,一切正常。 我不可置信地拿着报告单,追问着,虫子呢?我肚子里的虫子呢,护士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身体健康不好吗? 非盼着自己有点三长两短是吧?什么虫子?有被害妄想症,就去挂精神科,别在这里影响我们工作,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昨晚发生的一切都那么真实,我甚至还能回想起,蛊虫在肚子里蠕动的感觉,怎么会一点也查不出来呢? 突然手机传来一阵震动,是那个苗疆古王的第十八代传人发来的消息,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地址,可能是过度恐慌,引发了强烈的求生欲,我没有丝毫犹豫。 就将定位发了过去,看着对面显示的已读,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到后怕。 昨天半夜,给我打来恐吓电话的虚拟号码,还没搞清楚,我就这么轻易地将地址暴露给一个陌生人。 万一,他就是想要害我的人,我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想着这里,我浑身鸡皮疙瘩直冒,恨不得赶紧逃离这家医院。 突然,我被人从后面重重拍了一下。 黎月,你瞎跑什么? 一,大早看见你病床空了,我们都快急死了,来人是我的堂姐黎梦,她上来就拉着我往病房走。 病房里,莫婉婉正削着苹果,而男友宋灿则抱着一大捧娇艳欲滴的鲜花,站在门口。 见我回来,她满脸心疼地走上前,打亮着我被纱布缠绕的右手。 小月,你手还疼吗?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假期非要回家,你也不会出这种事情,这怎么能怪你呢? 明明是我不小心,我嘴上这么说,可面对男友的关心,还是忍不住犯起了委屈,想要投进她的怀抱,寻求安慰。 可突然身子一僵,停住了动作。 等等,我受伤的事情,明明只告诉了莫婉婉,宋灿又是怎么知道的。 更何况她家住在林省,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赶过来? 想到这里,我有些不自然地后退一步,躲开了她伸过来的手。 宋灿,你,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哦,这不是在家里也挺无聊的,就想着早点回来,给你个惊喜,结果刚回来,就听莫婉婉说你受伤了。 小月,看到我你不开心吗? 我没回答,身子不自觉地向梨梦靠了靠,生硬地将话题转移。 姐,你不是在外实习吗? 怎么也回来了,还不是听说你受伤? 特意请假回来看看,没想到就这点小伤,闹得阵仗还挺大。 说吧,还和莫婉婉对视一眼,莫婉婉吐了吐舌头,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这个大嘴巴,我有些不满地瞪了她一眼,莫婉婉讨好的将手里的苹果递了过来,多吃点,补补身子。 我伸手就要去拿苹果,却在指尖刚刚触碰到的时候,被人一把抓住了受伤的右手。 我痛呼一声,想要回头去看,却被莫婉婉死死拽住了胳膊。 背后传来了男友宋灿的声音,小月,听说你手腕上有个血腺,让我们看看,宋灿。 你在做什么?你抓着我的伤口了。 哎呀,小月,真是不好意思,抓疼你了吧? 你忍着点,很快就好了,宋灿嘴上说着道歉的话,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 她十分粗暴地将我手上的纱布拆下,满脸兴奋地说道,血腺,我看到血腺了。 此话一出,莫婉婉的瞳孔都放大了。 她死死抓着我的胳膊,大叫着,快,将它挑出来,挑出来,宋灿捏着那根血腺,开始往外抽。 血腺将我的皮肤割开,咸血顺着手指往下滴,我疼得脸色发白,大叫起来,救命啊。 救,嗯嗯,黎梦捂着我的嘴,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虚,小月,安静点,很快就好了,鲜血滴答滴答地流淌,我的意识开始涣散,就在那条血腺即将抽离我身体的时候,病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五星震彩,光照玄冥,千神万圣,护我真灵。 恶灵,散,几道黄浮飞来,将我身边围着的几个人打飞,我身子一软,很快就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身边坐着个陌生女人,我吓得一个机灵,险些将手上的书页管正开。 醒了,认识一下,我叫苗青芝,刚刚救了你一命,看在我们挺有缘的份上,那几张符纸就收你一万八吧,刷卡还是现金,看着女人手里的POC和二维码。 我混沌的大脑终于有了反应,我,我没那么多钱,女人看我呆愣愣的样子,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起来,逗你完呢,怎么还当真了,女人很漂亮,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与头像照片上一模一样。 她就是那个AAA苗江古王帝十八代传人吗?看起来确实有几分能耐。 我环顾了一下病房,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忍不住追问道,他们几个呢?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啊,怎么会突然做出这种事情? 还有我手上的血线和人皮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噼里啪啦的一连串追问,让苗青芝有些不耐烦地猝起了眉头,她随意指了指鼓起的窗帘。 说道,诺,都在哪儿? 那,随着她手指的动作,一道静风吹过,窗帘自动打开,三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正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他们刚才是被恶灵附体了,虽然已经给他们喝了浮水,以防万一,还是先捆着吧。 至于你手腕上的那条血线是还没有成形的复古虫,那东西对恶灵来说,是个可以大幅度提升修为的好东西。 只是,母虫尚未成形,血线若是离体,宿主必死无疑,看着苗青芝严肃的神情,我不由地回想起昏迷前的情景,连忙抬手去看自己的手腕。 还好,血线还在,只是比刚才颜色更深了一些。 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可苗青芝接下来的话立马让我后背发凉,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人皮骨的折服七十七天,只是你体质特殊,在经过刚才那一遭。 骨虫提前破茧,你现在只剩下八个小时了。 也就是说,如果在天亮之前,找不出给你下骨之人,你的表层死皮就会一寸寸开裂,然后薄膜从脊背处撕开一道口子,血肉大块大块脱落,最后化为一架白骨以及一张人皮纸。 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两个小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你都是处于清醒状态的,苗青芝的神情太认真了,看不出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我忍不住膝盖一软,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拽着他的衣角哀求着。 大师,就我,我,我还不想死,苗青芝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手背,转头目光伶俐地审视着窗户底下的三人,缓缓说道,就你也不是不行,只是,我可从来不做亏本买卖。 我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急迫道,我现在卡里有五千块钱,我全部都给你,如果不够,我,我现在就给爸妈打电话,我家里有钱,苗青芝没理会我,抬手指了指被捆着的三人,笑道,我要你加大筹码,神,什么,看在你是百年难遇的天英女的份上,我给你六个小时。 如果你能找出下骨之人,我就救你,如果找不出来,不仅你的尸骨和人皮纸要归我所有,剩下的三人也都要为你陪葬,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苗青芝,男友宋灿更是一边乌叶着,一边奋力扭动着身体,似乎有话要说。 苗青芝也察觉到了,她上前去取出宋灿嘴里的破步,一连串的咒骂立马充斥了整个房间,你这个疯女人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蛊虫,恶灵,我看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你不就是冲着离家的钱去的吗? 现在诈骗的手段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连这种荒唐的戏码都出来了,苗青芝有些不悦地猝起眉头,她抬手就封上了宋灿的雅穴,刚刚还在破口大骂的人立马就没了声音。 大师,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怎么说也是活生生的三条人命,我怎么能用别人的性命跟你做筹码? 这件事情不关他们的事,你放了他们,如果,如果,我真的因此丧命,我的尸骨可以任你处置,苗青芝吃笑一声,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蠢货,那你就等死吧,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我,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没明白吗? 害你的人就在这三人之中,这怎么可能,他们一个是我相恋三年的男友,一个是我的好闺蜜,还有一个是从小寄居在我家的堂姐,怎么可能会害我呢? 我不可置信地摇着头,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是苗青芝却没了耐心,她起身拍了拍自己的大衣,一边往外走一边冷笑道,既然你不信我,那就算了,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苗青芝走后,我跌跌撞撞地来到窗边,替他们解开了身上的绳子。 黎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个女人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这一切该不会是你们串通好的吧,黎月,你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能不能成熟一点,不要再开这种无聊的玩笑了,我满脑子都是苗青芝刚才,的话正心烦意乱着,被宋灿这么一吼,立马来了脾气。 宋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骨猎是装的,血腺是装的,就连你们几个围着我抽血腺都是装的,宋灿被我问得一时语色,她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好了,好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过于离奇了,大家情绪不好也是很正常的,你们两个就别吵了,莫婉婉拉拉拉拉送灿的胳膊,板着脸低骂着,小月都那么难受了,你可你少说两句吧,黎梦也上来拍了拍我的后背, 附和着,大家都各退一步,别因为外人的三言两语,就破坏了我们多年的情意。 今天也这么晚了,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正好陪着小月。 要是真遇到不好的事情,也能有个照应,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的大脑昏昏沉沉,躺在床上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 夜里,那阵熟悉的腹痛再次袭来,我拳着身子,大口喘着粗气,想要发声去求救,脖子后面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凉意。 一双大手顺着我的脖子摸上了后脑,我吓得浑身僵硬,根本不敢动弹,也顾不上腹部的疼痛,紧紧抱着膝盖,生怕自己尖叫出声。 那双手在我的头发里摸索了许久,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妈的。 怎么找不到,耳边响起颂灿的咒骂声,我心头一紧。 她在做什么?我的头发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还没等我细想,宋灿的动作就停止了,莫婉婉一声惊呼,吓得她连忙起身,慌乱之间还扯断了我好几根头发。 宋灿,你大半夜的在做什么? 吁!别吵,别吵,宋灿一把扯过莫婉婉,压低声音说道,一会儿把梨月吵醒了,不好交代。 莫婉婉没说话,用略带审视的目光看了她许久,然后扑痴笑出了声。 宋灿,你想要鼓虫,宋灿迟了半嗓,才轻轻点了点头,莫婉婉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来,凑到她耳旁低声道,再等等。 过了今晚,你想要便拿去吧,房间里静悄悄的。 我努力支着耳朵,想要听清楚她们的对话,却什么也听不清。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房间里响起了嘻嘻嘟嘟的脚步声,最后归于平静。 看来,她们已经离开了我的病床。 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刚想要翻身,释放出被压麻的胳膊,手机先是一个震动,随后刺耳的铃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我吓得一个机灵,坐起身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放在枕头旁的手机,按下了静音键,是一通未知号码的来电显示。 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 我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见他们都没有要醒的迹象,才捏手捏脚递下了床。 来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我才按下了接听键。 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电子音, 黎月,你的时间只剩下三小时了,可能是这两天受得惊吓太多。 我现在居然感觉不到恐惧,反而十分冷静地回到, 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了,反正横竖就是一死,我也不怕你。 这次你跟我的通话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分钟, 通过卫星追踪就可以查到你的IP地址。 如果我今晚真的不幸遇难,根据我们的聊天录音以及定位信息, 你也难逃其咎,对面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沉默了许久后笑出了声, 你可真有意思,只凭着我们的对话内容。 根本就没办法给我定罪。 黎月,你有功夫在这里跟我吐口舌之快, 还不如好好担心,担心你到底能不能活过今晚。 我懒得听他废话,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到底是谁? 这次他倒是回答得十分爽快。 你往后看,条件反射似地扭过头去, 一张与我有七分相的熟悉面孔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姐,我简直快要疯了。 短短两天的时间里, 我先是被告知被人下了人皮骨, 紧接着就是半夜的恐吓电话, 一大清早还经历了恶灵附身, 被抽血线这种诡异的事情。 苗青之的话仿佛一根, 刺卡在我的心里, 我努力地劝说自己这不可能, 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没有理由害我, 可现实却像是一柄利刃, 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重创。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黎梦, 喉咙干涩, 半天发不出一点声音。 黎梦满脸不悦地上前一步扯过我的胳膊, 一边念叨着, 一边试图拉我回病房。 小月, 你大晚上的怎么一个人出来? 要去洗手间, 怎么也不知道, 叫上我和婉婉陪你一起来。 你本来八字就轻, 容易招惹邪碎, 如果真的遇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可怎么办呢? 我条件反射似的一把将它推开, 身子紧紧地靠着墙壁, 满脸警惕地盯着它。 黎梦的脸一下就黑了, 他插着腰, 指着我就破口大骂起来, 黎月, 你有病吧? 我好心好意地过来找你, 你这是什么眼神? 黎梦的反应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他满脸的疑惑, 愤怒, 却不见一丝心虚。 我又有些迷糊了, 难道那通电话不是黎梦打的, 他真的只是碰巧路过这么简单? 姐,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吓我一跳, 我强迫自己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不管黎梦有没有问题, 现在都不是跟他撕破脸摊牌的好时机。 半夜起来看不到你, 我寻思你多半是去洗手间, 就找了过来。 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 我低着头没说话, 跟着他走出了洗手间, 看着黑漆漆的走廊 和发着悠悠绿光的安全指示牌, 我突然感受到一阵寒意, 忍不住搓了搓手臂。 就这一个小小动作, 我身上的皮肤开始如雪花般般般落。 看着地板上的星星点点, 我正愣了一瞬, 随即爆发出一声尖锐的爆鸣声。 黎梦有些烦躁地回头, 刚想指着我在大呼小叫什么, 突然, 他看到了我红彤彤一片的手臂。 黎,黎月, 你的胳膊怎么了? 我的手臂上, 皮肤开始出现大片的均裂, 密密麻麻的, 像蜘蛛网一样, 刚刚被我搓过的地方, 皮肤薄得如同产意, 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粉色的血肉。 我被眼前这一幕刺激地浑身指不住地颤抖, 黎梦看出我情况不对, 刚想上来扶我, 却被我怪叫一声躲开。 你不要过来, 不要碰我。 会掉皮的,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黎梦也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 她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 努力安抚着我的情绪, 却根本无济于事。 我双眼星红地盯着自己的胳膊, 浑身僵硬, 根本不敢动弹, 生怕动静再大一点, 就会将身上的皮肤震落。 黎梦似乎也看出来了我的心中所想, 她大声说道, 小月, 你在这里不要动, 我这就去叫人, 没用的, 没用的, 不会有人来救我的,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我的牙齿也因为害怕不停打颤, 可说出来的话, 在这空落落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黎梦, 你还没发现吗? 这个医院除了我们, 其他人都不见了, 从我第一次昏厥醒来, 我就觉得这个医院太安静了。 苗青枝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居然没有护士进来询问情况, 还有, 从今天下午开始, 我们甚至就没有听到走廊外的声音。 黎梦被我的话吓到了, 她不可置信地摇摇头, 小月, 你别开玩笑了, 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怎么会没有人呢? 我这就去找人来帮你, 说着, 她就随手推开了旁边的一间病房门。 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黎梦不信邪地又打开了旁边的房门。 就这么一连开了四五个病房, 都空无一人的时候, 她终于崩溃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没有人呢? 人呢? 怎么会没有人呢? 小月, 我们该不会困死在这里了吧? 黎梦的声音很大, 很快就将莫婉婉和宋灿吸引了过来。 他们看着跪在地上崩溃大哭的黎梦, 又看了看眼圈发红, 浑身僵硬的我, 有些不明所以地问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大晚上不睡觉, 你们在折腾什么? 我没说话, 黎梦只顾着哭, 宋灿一下子就没了耐心, 她上前要来抓我,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 冲进离我最近的病, 房, 拿起推车上的手术剪刀, 对着她, 大声道, 别过来, 宋灿被我吓了一跳, 她皱着眉头刚想发火, 却在对上我的脸时, 哑了火, 黎月, 你的脸, 脸, 我的脸怎么了? 我拿出手机, 看着屏幕里那张满脸血色裂痕的脸, 我吓得险些拿不稳手机, 不是说整个过程会持续两个小时吗? 怎么会这么快就蔓延到脸上了? 想起苗青之今天白天的话, 我不由地感到一阵胆寒, 皮肤开裂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就是薄膜从脊背撕开一道口子, 血肉剥离, 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一幕幕血淋淋的画面, 我的手已经抖得不成样了, 一连输了三次才成功解开开机密码, 不, 我不想死, 我要活下去, 我快速在好友列表里翻找到苗青之的名字, 按下了拨通键, 还没等对面接通, 突然一把小刀朝我飞来, 直直打落了我的手机, 看着被刀刃贯穿的手机, 我满脸惊恐地看向了眼前之人, 莫, 莫婉婉, 你在做什么, 站得离他最近的宋灿, 吓得连连后退, 一边退, 一边满脸不可思议地质问着, 莫婉婉却歪了歪头, 略带疑惑地说道, 宋灿, 你在装什么, 我们不是一起的吗, 放屁, 谁他妈跟你这个毒妇是一起的呀, 宋灿站得离他老远, 可能是距离给了他安全感, 骂起人来他是一点也不含糊, 莫婉婉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他面露猙獰地看着宋灿, 突然拿起旁边的手术刀, 就朝着他冲来,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宋灿再怎么说, 也是个成年男人, 力气比莫婉婉大了不少, 他反手欠住莫婉婉的双手, 转头冲着还在原地傻站着的我们, 大吼着, 还愣着干什么, 跑啊, 黎梦和我对视一眼, 随后十分默契地朝着电梯口跑去, 明明已经按下了按钮, 可是电梯却迟迟没有动静, 意识到不对后, 黎梦二话不说就朝着不踢跑去, 我也没敢犹豫, 一边跟着他走, 一边说着, 黎梦, 这家医院虽然处处透着诡异, 但是手机信号并没有被屏蔽, 是可以打出去电话的, 我们报警吧, 黎梦的脚步停住了, 转身看着我, 嘴角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报警, 怎么跟警察说, 说我们遇到灵异事件了, 整个医院的人都不翼而飞了, 还是说你被人下了蛊虫, 我被他这番话给问住了, 沉默了半嗓才说到, 就说有人要杀我们呢, 你刚才也看到了, 莫婉婉拿着刀冲了过来,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先报警吧, 总归多一线希望,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说, 那你把手机给我, 我来说, 看着我猙獰可怖的面容, 黎梦微不可查地猝起眉头, 叹了口气, 妥协道, 算了, 还是我来吧, 我们来到一楼, 找了间手术室躲了进去, 确定莫婉婉短时间内不会追上来后, 黎梦才拨通了电话, 他站在角落里, 声音压得很低, 我根本听不清他们的对话, 大概三分钟后, 黎梦收起了手机, 随意地看了我一眼, 说到电话我反正是打了, 至于人会不会来, 我就不知道了, 我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我本来就是病急乱投医, 也没抱太大的期望, 毕竟,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太过诡异了, 就算是警察来了, 恐怕也应对不了这种灵异事件, 真后悔刚才没有记住描清之的手机号码, 走过去十分钟, 门外响起了一阵急切的敲门声, 我心头一紧, 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剪刀, 黎月, 黎梦, 快开门, 是宋灿,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的, 我有些诧异地看向黎梦, 他耸了耸肩说道, 我给他开了位置共享, 黎梦, 你知不知道他很可疑呀, 不管怎么说, 他刚才也救了我们, 我们不能不管他, 有什么事进来再说, 说着, 黎梦就打开了房门, 宋灿的右臂被捅伤了, 脸上沾了点血迹, 看起来十分狼狈, 他一看到我就两眼放光, 冲上来要拉我的手, 黎月,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却后退一步, 拿着剪刀抵上了宋灿的胸膛, 宋灿, 今天晚上在你摸上我后颈的时候, 我就已经醒了, 我的头发里到底有什么, 你和莫婉婉又说了什么, 你最好老实交代, 不然, 我可不介意在临死之前, 拉一个垫背的, 宋灿似乎被我的话给伤到了, 他有些颓废地靠在门板上, 苦笑一声, 小月, 我承认我一开始的态度并不好, 脾气也差了点, 可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一个活了二十多年的坚定唯物主义者, 突然有一天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不仅有鬼, 还他妈有小说, 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巫蛊之术, 我一下子接受不了, 情绪才会那么激动, 口不择言, 但是后来看你状态真的很不好, 我就上网去查了查所谓的人皮骨, 某度说, 骨虫通常会藏在头发里, 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它找出来, 宋灿的话听起来很离谱, 但也确实是他能做出来的, 我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心里也信了七七八八, 可还是冷着脸继续问道, 那后来你和莫婉婉又悄悄说了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要跟你说的, 莫婉婉误以为我是想夺取蛊虫, 便承诺我只要不干涉他的行动, 事成之后就将蛊虫送给我, 我当时都懵了, 但是看他的表情并不像开玩笑, 只好敷衍地点点头, 想着一会儿找到机会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没想到后来接连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让我根本没机会跟你独处,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莫婉婉, 我虽然不愿意相信, 可又无力辩驳, 我和莫婉婉是高中同学, 后来又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做了快四年的室友, 他家里条件不好, 父母重男轻女, 原本高二那年就准备让他辍学外出打工, 是我求爸妈资助他, 并甩了他父母十万块钱, 将他强行从山沟里带回来的,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将他视为亲姐妹一样对待, 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我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这件事情, 上大学后, 更是连父母给我的零花钱都分了他一半, 生怕他受一点苦, 可万万没想到, 我这么掏心掏肺, 真诚以对的好姐妹, 居然会这么对我, 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只能无力地跌坐在病床上, 嘴里呢喃着, 这,这怎么可能呢, 小月, 别想了, 黎梦低声安慰着我, 我呢呢地抬起头来, 声音沙哑着说道, 黎梦, 我实在是想不通, 莫婉婉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取代你了, 一道戏谑的女生传来, 我们纷纷朝着窗边看去, 苗青芝抬手敲了敲窗户, 示意我们放她进去, 宋灿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她快速打开窗户, 只见苗青芝一个漂亮的手撑翻身就跳了进来, 她来到我的面前, 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 随后吃笑出声, 嘖嘖嘖, 瞧你这样子可真狼狈啊, 我窘迫得双颊泛红, 很想扑上去抱住她的大腿, 求她救救自己, 可还是强忍着强烈的求生欲, 问道, 大师, 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苗青芝敲着腿坐在了椅子上, 一边晃着脚尖, 一边说道, 知道人皮脂是什么吗? 我摇头, 人皮脂是骨虫在人体内折服的这段时间内, 编织出的一层皮肤粘膜, 你也可以理解成产茧, 只是这层茧是附着在皮肤之下, 血肉之上, 当你全身的血肉彻底脱落后, 你的尸骨上就会盖着一层薄如铲翼的皮膜, 这个便是人皮脂。 人皮脂作为阴邪之物, 不仅可以用来炼丹和提升鬼怪的修为, 也有改头换面, 替代人生的作用。 人皮裹身, 取而代之, 这可是可以瞒天过海, 不损阴德的上古秘术。 你的意思是, 莫婉婉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取代我, 苗青之点了点头。 不对劲,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那他大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弄死, 为什么又要特意叫上黎梦和宋灿? 人皮脂股本就是邪恶, 他会无差别地攻击每一个第一眼看到的人, 莫婉婉显然人, 深知这种蛊虫的习性, 拉宋灿来, 纯粹人做替死鬼的。 至于黎梦, 还是等会儿让他慢慢给你说吧。 要引子来了, 你们都躲好了, 苗青之的话音刚落, 手术师的大门就轰然倒塌, 一身红衣, 披头散发的莫婉婉出现在了门外。 他的脸一半人, 一半鬼, 看起来十分吓人。 竟然是恶灵共生, 苗青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很快又扬起一抹嘲讽的笑来, 你倒是豁得出去, 说吧, 他抬手晃了晃手腕上的小铃铛, 一阵磨音入耳, 我们都有些不适地捂住了耳朵。 一个黄毛丫头也敢跟我作对, 我看你是活腻了, 恶灵显然也是受到了铃声的影响, 开始变得愈发焦躁, 末婉婉的那半张脸也变得扭曲起来。 他一个飞身, 曲起长长的指甲就朝苗青之袭来。 苗青之却不紧不慢地 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两张黄符纸, 咬破纸尖, 随意在纸上划了两下就丢了过去。 符纸在接触到纸尖的瞬间就化为了灰烬, 恶灵健壮, 发出了几声得意的怪笑, 也就是正五阳气族才被你这黄毛丫头, 用那两张黄符震住了。 现在可是夜晚, 阴气正盛的时候, 你那不过区区十来年的道行, 也想炼化我。 别痴心妄想了, 苗青之也不恼, 只是又从背包里取出一柄桃木剑, 直直对着墨碗碗, 笑道, 能不能的, 事事不就知道了, 说吧, 他嘴里唧唧咕咕地念了一段咒语, 我是天目, 与天相主。 惊如雷电, 光耀八极, 桃木剑的剑端瞬间出现了一束耀眼的蓝色光束, 空气中也开始出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 我们三个都被这超自然的现象惊得瞠目结舌, 宋灿一边攥着我的衣摆, 一边忍不住感慨着, 卧槽, 牛啊, 这是在室内召唤出雷电了, 真是火久见了, 把这玩意儿拍下来发网上, 肯定要火, 说吧, 他伸手就要去拿手机。 黎梦却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 脸色难看地骂道, 你不要命了, 这天雷, 哪是你这种肉体繁胎可以承受的。 还不赶紧躲好, 宋灿还想说些什么, 只见苗青枝突然一声立下, 急急如绿令, 房间的天花板上突然凝聚起一团白雾, 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几道天雷静直朝莫婉婉杂去。 啊, 随着一道凄厉的女声响起, 地板开始剧烈地摇晃, 我们都被这股巨大的力量掀翻在地, 再次睁眼时, 尘埃已经落定。 地板中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 周围都是密密麻麻, 如同蜘蛛网的裂纹, 莫婉婉皮肤被雷劈得焦黑, 衣服破破烂烂地挂在身上, 仿佛一块被随意丢弃的破布娃娃。 莫婉婉她是, 死了吗? 我大着胆子抬起头问道。 苗青之摇摇头, 又从背包里取出罗盘, 一边看着方位, 一边回答我, 这天雷是冲着恶灵去的, 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昏了过去。 则, 跑得还挺快, 真可惜没有一道天雷劈死她, 罗盘上的指针快速旋转着, 最后停在了我的位置。 苗青之突然脸色大变, 冲着我大喊着, 黎月! 快闪开, 一阵强烈的阴风朝我吹来, 我隐约察觉到不对, 可身体仿佛被定住了一般,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无助地僵在原地, 等待着恶灵的到来。 突然, 宋灿一个翻身, 将我护在身下, 她的手死死地压着我的脑袋, 让我根本无法动弹。 宋灿, 宋灿, 你快躲开啊, 宋灿没有动弹, 只是护着我的双手, 又收紧了一些。 恶灵直冲着宋灿的面门飞来, 似乎人想覆她的身, 只可惜刚来到宋灿面前, 就被苗青之的捆腰绳给束缚住了。 根本无法动弹的恶灵, 此时终于有了巨异, 她不可置信地大叫着, 你不是苗女吗? 怎么会有这种本事, 苗青之没有跟她废话, 直接拿出挂在腰间的收腰葫芦, 将葫芦口对准了恶灵, 只低声念了几, 解决完恶灵, 大家都不由松了一口气。 青之来到我面前, 细细打亮着我脸上的裂纹, 随后从包里取出一个破旧的小布包, 摊开在地上, 里面是大大小小, 粗细不一的银针。 她从中取出一根细长的银针, 交到黎梦的手中说道, 黎梦, 你在这里用烛火将它烧红, 顺便看着黎月, 一旦出现什么异常, 立即叫我。 至于宋灿, 你过来帮我搭把手, 宋灿点点头。 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跟着苗青之来到莫婉婉的身旁。 宋灿, 抱紧她, 宋灿文言一愣, 随后立马摇了摇头, 满脸写满了抗拒, 你疯了。 谁要去抱这个疯女人? 晦气, 苗青之扫了她一眼, 冷冷道,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要做法引出她体内的母虫, 如果你想还救黎月的话, 最好乖乖按我说的去做。 宋灿脸色依然很难看, 可还是乖乖将墨碗碗从地上拖起来, 牢牢地抱在身前。 苗青之在房间的四个角都放上了一盏隐魂香, 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有些呼吸不畅地咳嗽了几声, 浑身开始发力燥热, 腹部更是火辣辣的一片, 仿佛有人在里面放了一把火斑, 灼烧难耐。 黎梦看出我的不对劲, 连忙高声唤着苗青之, 大师。 大师, 小月她有些不对劲, 苗青之瞥了我一眼, 说了声时机到了, 转头就用匕首划开了墨碗碗的掌心, 黑曲曲的血液瞬间喷涌而出, 吓得宋灿浑身一颤, 差点被抱吻怀里的墨碗碗。 啊, 疼, 好疼, 我的手好疼, 剧烈的疼痛感使墨碗碗提前苏醒, 她拧着眉, 一边大声嘶喊着, 一边拼命挣扎, 想要摆脱宋灿的束缚, 宋灿胳膊上的伤口本来就没有经过处理。 现在在被墨碗碗这么一折腾, 伤口撕裂得更加严重, 疼得她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可顾作轻松地弯了弯唇脚, 半开玩笑似地说了句, 这丫头还挺有力气, 浑身上下一股子使不完的牛劲, 苗青之自然知道宋灿坚持不了多久, 见黑血流得差不多了, 她快速拧开了玻璃瓶盖, 将瓶口对准了末丸丸手心的刀口, 并快速摇晃起手腕上的银铃铛。 几声刺耳的铃声落下, 一只约莫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虫子 从伤口处爬出, 掉入了玻璃瓶中。 黎孟,银针烧得怎么样了? 好了,好了, 苗青之点点头, 来到我的身前, 二话不说就掀起我的上一下摆。 只见原本平坦的小腹, 现在已经微微隆起了一个弧度, 我吓得浑身僵硬, 根本无法动弹, 苗青之接过黎孟手中的银针, 连眼都没眨一下就扎了进去。 我疼得浑身冷汗淋漓,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只能大张着嘴, 仿佛一条失去水的鱼, 大口喘着粗气。 大概一刻钟的时间, 蛊虫被挑了出来。 苗青之将两只虫子 都封进了玻璃瓶中, 随后居高临下地 看着歪七扭八 瘫倒在地上的我们, 嘴角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语气却难得带上了几分轻快, 真是多谢你们 让我找回了失踪已久的人皮骨, 我就先走一步了, 等。 等等, 这话什么意思? 我瞪圆了眼睛, 看着苗青之从窗户口 跳出去的背影, 艰难地爬起来, 想要去追, 可刚坐起来, 眼前就一阵发黑, 瞬间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已经躺在了家里柔软舒适的大床上, 爷爷正躺在摇椅上, 一边摇着菩萨, 一边听着收音机, 好不悠闲。 见我醒来, 他连忙起身, 扑到我的床前,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哎呦, 我的乖孙哦, 怎么现在才醒啊, 真是急死我这个老头子了, 爷爷的声音很大, 吵得我有些不适地捂住了耳朵。 黎梦端着一盘水果闻声而来, 他坐到我的床边, 有些不满地 推了推哭哭啼啼的爷爷, 爷爷, 小月才刚醒过来, 你小点声, 别吓着他了, 我一看到黎梦, 就回想起昏迷前发生的事情, 忍不住握住他的手, 急切说道, 姐, 我有话要跟你说, 爷爷, 你先出去一下, 你们两个臭丫头, 真是翅膀硬了, 现在说点话, 都要背着我这个老头子了是吧, 爷爷被我这番话, 气得吹胡子瞪眼, 插着腰, 一副我就是不肯走的架势。 我有些无奈地看了黎梦一眼, 希望他能说点什么, 可还不等他开口, 门外又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一个十分熟悉的女人嘴上一边说着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一边自顾自地推开了房门, 往房间里走, 苗, 苗青枝,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到那张我做梦都不敢忘记的脸庞, 我激动差点没从床上跳起来, 爷爷捋了捋胡子, 十分轻易地揽上苗青枝的肩膀, 冲我们笑着说道, 哦, 你说青枝啊, 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那个神通广大的大师兄家的孙女, 怎么样厉害吧, 神, 什么? 我瞪圆了眼睛, 随后将目光落在了一点也不意外的黎梦脸上, 不可置信地指着她说道, 所以说, 其实你从头到尾都知道苗青枝的身份, 就是故意看我疑神疑鬼, 耍着我玩, 是吧? 还有那两通匿名电话也是你打的吧? 黎梦, 你真的很过分, 黎梦有些心虚地挪开了视线, 小月, 你别这么说,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因为你从小体质特殊, 爷爷定期, 就会给你请人算命, 这不是算到你近期会有一节, 所以才特地请来了苗青枝替你度节。 我原本是想找个机会跟你单独说这事的, 可谁让你成天跟个狗皮膏要似的, 不是跟末婉婉黏在一起, 就是跟宋灿成双成对的, 你就庆幸自己命大吧, 养个豺狼在身边, 还能捡回一条小命, 想到莫婉婉, 我还是忍不住有些难受, 虽然已经被他伤害得彻底, 可这么多年的感情, 也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我搅了搅背单, 故作好奇问道, 所以, 莫婉婉呢? 他现在在哪儿? 他死了, 说话的是苗青枝, 先是以身养骨, 再跟恶灵达成共生, 他一个普通人怎么承受得了, 听到莫婉婉死亡的消息, 我先是惊讶, 再是唏嘘, 最后竟然还升起了几分庆幸, 死了, 死了也好, 省得我发愁,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以后又该要如何对待他, 小月, 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死了也算是咎由自取, 你别, 太难过了, 黎梦拍了拍我的肩膀, 生怕我想不开, 我却不在意地摆摆手, 我与他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现在蛇死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难过, 爷爷听罢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赞许道, 不愧是我的宝贝乖孙, 就是敢爱敢恨, 拎得轻, 那么玩玩我一看就知道 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些年, 要不是你张口闭口非说他好, 我早就给他赶出去了, 爷爷越说越起劲, 最后甚至脆了一口痰, 插着腰破口大骂起来, 看着他那一副老顽童的做派, 黎梦抱着肚子, 笑得差点直不起腰, 我也跟着笑了两声, 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苗青枝, 我很想问问, 他在我昏迷之前说的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他却仿佛看出我的心中所想, 朝我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将手指竖在嘴边, 用唇语说了句, 虚, 这是一个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秘密。